因為如果每天老闆都要叫你做一次 幫他BBA寫完 BBA的話記得就是說 主要呢因為我們在BioList裡面 剛剛就做了B到F裡面的這些 總共有五個欄位的資料 當然我先做個清除 然後我想要按下清除就把資料全部清空 然後再按一下這個BioList 他就是幫我把這個公式再填上去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步驟的話跟前面差不多 所以你大概只要記得幾個重點就可以了 第一個的話先把清除寫出來 那怎麼寫清楚 這好像前面我們有寫過 首先第一個先切到BioList 然後的話在這邊撰寫那個程式 撰寫什麼程式呢 特別注意你在撰寫程式 我先把這個先重來一下 你插入BioBasic 那第二步的話請你插入那個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的話 我把這個移除掉了 重來一次好了 OK 那按右鍵有沒有 插入模組 那在這邊撰寫 那撰寫的話呢 你先寫什麼 先寫一個Sub 叫做清除 OK 那再來的話呢 有沒有Sub清楚 當然你按Enter 它這邊就會 幫你打一個End Sub 那再來的話 看一下總共有幾列 第二列 一直到哪一列 Ctrl向下 225 所以你就打一個 For I等於第二列到第225列 然後呢 分別把什麼呢 把這裡面的出生格分別清空 那怎麼清空呢 Sales 這邊叫做S不要漏打 因為我發現同學很常遇到 就是那個S少打 然後呢 第幾列 第二列 B欄 C欄 DEF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打這一行 打完之後 複製貼貼貼貼貼 然後改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五個欄位的資料 全部清空了 OK 所以這個清除比較簡單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那個公式 給輸出 那輸出的話 當然 我們就是把這個公式 上面的SURB先複製 貼上之後 然後呢 把什麼呢 這個名稱改一下 有沒有 這個名稱叫什麼 BOS 我們取這個名稱 叫帳單的這個 LISER的清單 Bill 然後LISER 我習慣打個底線 你不要打減號 減號不行 一定要打 Underline 底線 然後LISER OK 那這個BOS LISER的話呢 裡面呢要怎麼撰寫 其實差別跟清除最大的不一樣是 清除的後面是空的 那 如果你要輸出資料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裡面要放公式 還記得怎麼放吧 第一個喔 先點一下這個B欄的公式 然後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有沒有 複製完取消 然後按切到Visual Basic 把它貼上就可以 不過貼上之前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有幾個規則吧 大概就主要兩個 第一個的話呢 你貼上之前確定一件事 這個公式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如果有的話請你變成兩個 主要原因是因為 雙引號這個符號呢 VBA用掉了 那你也用雙引號當成公式的話 他會搞不清楚到底是VBA裡面的 還是公式裡 所以把它轉換成兩個 讓它可以辨識 所以第一步喔 這裡面有公式 我把它切一下 好 那你如果看到雙引號 因為很少啦 我就不用取代了 就把它自己改一下 雙引號一個 雙引號兩個 好 那第二個還要改什麼呢 還記得吧 如果是什麼 這個點一下 這個A2 點下一個會變A3 點下一個會變A4 所以這一個 要變成什麼 這個地方要變成I 有沒有 本來是個文字嘛 那你要把I的數字 這個變數串進來的話 還記得怎麼串吧 選取這個2 雙號兩個 一到中間 再and兩個 再一到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把and前後加上空白 這樣就OK 也就是說原來這邊是放2 那把它改成串一個I的變數在這裡 那底下其實它有一個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 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2上面去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其實就得到什麼 得到第一個公式 那第二個公式怎麼做呢 其實一樣的方法 把這個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切過來 把它貼 所以你可以先怎麼 先貼 這個還有一個2 等一下再改 這個地方幾晚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 因為裡面呢 公式裡面呢 它其實沒有雙銀號 所以直接貼就可以 這個等一下再改 有沒有這個一個2 A2的2 有沒有這個要改 你怎麼知道 這邊會 其實你點一下下一個就知道 它這個price price一樣 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切到這邊 再把它貼上 所以 只要就是把 五個欄位的公式 第一個就把它貼過去 就完成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修改裡面的公式 只要看到裡面會變動的 這個下一個 所以你會看 第二變第三 第三變第一 所以 只要是變動的部分 一律都把它改成I 那改I的方法 比較簡單的方式 你只要做一個 其他用複製 貼就可以了 記得貼的時候 不要貼錯 A2的2 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這個也是一樣 A2的2 貼上 OK 這樣比較快 如果你假設沒有把握的話 沒關係 你也可以 重新再打一遍 那這邊也是一樣 A2的2 貼上 然後這邊好像C2 我看一下C2 是不是這邊也要動 這個 應該是這個 下一個 你會發現 這邊有兩個會變動 A2跟C2 哪個地方要改 主要就是你可以切一下儲存格 大概就知道 這個也是一樣 2的地方貼上 這個2的地方也貼上 好 那全部貼完之後的話 這樣的話 我們理論上 這兩個按鈕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 1 插入這個 先Visual Basic 按右鍵插入模組 在模組裡面產生清除 再把這個清除做完之後 再貼到這邊改一個名稱 並且把公司貼上 並且注意 雙引號要變兩個 然後這邊2改成I 其他大概照改就OK 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到這旁邊 插入兩個按鈕 那這樣基本上OK 我們試試看好了 先這個清除 它有沒有清空 清空了嗎 然後再按這個 看有沒有全部成功 全部成功了 OK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再插入兩個按鈕 然後就可以按一下按鈕 再測試看看 這樣也沒問題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最後記得 因為這個檔案格式是XLSX 這個應該還記得吧 所以如果你直接存檔的話 它會出現說 你沒有辦法 你如果存按4的話 你的剛剛寫的程式就全部消失 所以記得按什麼 也要按否 你不要按4 按4完蛋 然後呢 記得瀏覽一下 找到存檔類型 你就把它存成這個格式 記得這個應該 上個學期有講過 啟用巨期的活躍部 然後把它存檔 那今天的練習 就繳交這個結果就OK了 存檔 這樣就完成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公式部分 把這個VBA的程式 來試著把它完成 那VBA的那個 剛剛寫的程式 基本上在雲端上面 其實也有畫面 不過沒有最後的程式 只有那個畫面 然後各位可以參考 然後 谢谢观看